其實侯威已經不太像是我的同門師弟 也不像是我的朋友 他比較像是我家人 真的是我們是兄弟那種感覺 然後當然他也是 對 我丈夫的最愛之一 所以那個當然我們的關係就是 完全就是很不可言喻這樣子 是不是這樣講 對啊 然後就很感謝他 然後他自己這麼忙 他前一陣子也自己 除了我這張專輯 他幫我製作然後創作兩首歌之外 他自己也幫展望會做了一整張專輯 然後也是一個爆肝的感覺 但是今天還這樣子來幫我聽 我很感謝他 真的 其實我是前一天才被通知說要有舞蹈 然後我就立刻就是驚嚇的 就是那個食不下眼 然後又狂拉肚子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走到那個動感這條路上來 可是因為這首歌真的很棒 然後真的要彈起來的感覺 所以就希望就是拼了老命豁出去了一下 然後希望沒有大家沒有太驚嚇 對 希望大家是驚喜多過驚嚇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 那個跳完那段舞之後 然後聽到台下還有掌聲 瞬間我覺得我的腸胃有一點 好像放鬆了 沒有在腸造症的感覺 對啊 就 其實我覺得每天我都 就從差不多超過兩個禮拜 我從台北拉到廣州 然後又開演唱會 對 拉到上海 然後又拉到舊金山 現在又拉回來了 我覺得也差不多是時候了吧 腸子 你們就行行好放過我了吧 因為 對啊 這樣子體重一直往下掉 也不是個辦法 紀錄片其實我們已經紀錄了三年多 然後花了四年的時間 然後終於完成了 然後真的好感謝好多好多的媒體朋友 還有每一個人在他們的世界裡面 然後Love Life正在發酵 然後影響了好多人 那好多好多朋友告訴我 我前幾天在一個商店裡面 然後一個店員 他走過來跟我講說 他本來想要放棄自己的生命 然後他看到三個女孩的故事 他看到Love Life紀錄片 他決定他要真愛自己的生命 不要放棄 然後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真的是很難以形容的感動跟感謝 我覺得這是上帝要我做的 要我跟黑人堅守下去 然後持續做下去的一個action 然後真的愛自己 然後幫助身邊的人 就是Love Life的一份子 所以這個是我跟黑人會用畢生的精力 繼續往前做下去的 然後當然這中間還有更多更多的愛 包括微電影也好 或是我的新專輯 我覺得就是在一起的感覺 我覺得就是現在不管我做什麼 都是一加一大於二的力量 所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就是支持我們這樣子 演戲的經驗我覺得有一些了 但是不是很多 那我也都是本色演出 那我覺得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因為這個故事 然後被感動被啟發也好 然後就是 對啊 當來玩囉 來看場電影 Relax 一下 我覺得我這張專輯忙完 然後演唱會 當然都會一直在進行當中 我會在這中間好好的努力 然後有的話就有 沒有的話就再說這樣子 不要強求 如果上帝沒有要給我一個小孩 其實我也有好多小孩可以愛 對不對 我覺得看到小女孩就覺得 好想要生女兒 如果可以的話 然後看到身邊的朋友 像比如說 西蒂也生了三個女兒 然後現在知道燕姿 還有好多好多朋友都成功了 所以我也往那個方向邁進囉 希望可以向他們看齊 趕快有好消息 如果他皮膚非常又黑 然後又200公分的話 我直接只能高中就送出國 打一個什麼WNBA之類的 對啊 但還是會很愛他 對 謝謝你們 辛苦你們了 謝謝大家 愛在一起 謝謝你們 先吃一下 先吃一下 我們會看到